新冠本土疫情升溫 面對中小學即將要開學 有不少家長擔心 BA.5的傳播力高 會增加染疫的風險 而有醫師認為 環境的動線等安排 或許會是有效的管理方式 體育館外 一大早就有許多長輩排隊 屏東縣服在週末期間 開設了疫苗速打戰 不少民眾接獲通知 趕來施打第四劑莫德納疫苗 民眾對疫情不敢鬆懈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 二十八號本土確診 新增了兩萬六千四百五十例 比上個星期日增加了百分之十九點五 而除此之外 還有三十一例的本土死亡 就是一例中重症個案 其中一名一歲孩童 是MIS-C個案 目前情況穩定 沒有慢性定時 沒有接種疫苗 八二十五號起陸續有高燒嘔吐 全身抵診 幼兒莫德納疫苗 總共接種五千九百一十七元 活熱疫苗昨天開始接種 總共有八千六百八十七元接種 有建議新冠肺炎疫情 出現緩慢升溫的現象 為了強化嬰兒保護力 開放六個月都會滿五歲孩童 可以施打BNT疫苗 開打第一天只有八千多人施打 至於三十號就要開學了 有不少家長擔心 BA點五疫情傳播很快 有醫師就提出建議 備戰開學日 不少縣市鼓勵民眾帶小朋友施打兒童疫苗 希望可以提升保護力 讓開學後的染疫風險降低 記者曹彥均陳煥宇秋福財 台北屏東報導 也會再常提升到 谢谢大家